我請教導師楊偉忠 你昨天說這個錄音檔 這時候外泄是一石多鳥 你到底意味著什麼 我要告訴觀眾朋友 這麼厚厚一碟的 藝文 你覺得如果 我們假設是沒有畫面的 三立新台灣家有拿到之後 你覺得我聽得出來 哪一個是海洋署署長 哪一個是南秘書 哪一個是陳偉智 我是不是要送專業單位 去做聲文比對 如果說這是一個錄音檔 可是他竟然在前天下午四點多鐘 蘋果日報下午四點多鐘 已經預告這則新聞 然後到了半夜 藝文全部丟出來 一個小時四十分的藝文 昨天王端仁局長自己有公佈足字稿 那所以他的足字稿是怎麼來的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個東西其實 我不太認為 我認為 左翼老實講有兩種可能 一個就是變造 那這個東西當然專家去鑑定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說 所謂的置入 我認為後者比較可能 也就是說 這個置入有一種就是無益 你也可以說他無益 就是說他為了要去喬這個事情 為了要取得這個用地 他要凸顯他的背後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他就是預防式的 就是說以後我可能要知道 這已經會有風暴 那我要查入這段話 來當作一種佐證 這兩種可能都有 但我個人覺得 因為王局長自己應該看過媒體的這個議員也好 包括他自己也公佈了足字稿 所以如果這裡面有 不是當場講的話 尤其是這麼關鍵 這麼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會出來反駁 第一時間應該否認 因為他也有反駁一件事情 就所謂政委跟政府這件事情 就是說 根據國民黨的爆料 就是說他 你要去找鄭偉翹 他的說法 誰說要去找鄭偉翹 是陳偉翹叫他去找鄭偉翹 因為他這一段話 因為全部的前言後語 如果你看他前面的三頁 全部的前言後語 在講那個新大德港標案 怎麼樣圍標怎麼樣搞的 忽然出現這個 如果只是想要證明 證明說我關係很好 我可以瞧總統府所以國防部會聽我的 所以我們可以通過國防部來做什麼事情 如果只是這個企圖心去吹牛 或者去影響 那就罷了 不是 他是這一段文字 事後來成為指責總統府 有跟他狼狈為奸 居然總統府會 因為他的關係去要求 把錢付給親父 他是這個惡意的目的 這個目的不可能吹牛了 這個目的是貴一 為什麼 因為已經證實是假的 因為總統府今天 今天的否認 比昨天更明白了 今天的否認更明白說 總統五長 就是說五個人 總統副總統 都沒有任何從去年五二零到現在任何回合紀錄 跟陳慶男父子會面地錄 需要澄清到這個地步的意思就是說 他百分之百是騙人的 現在我們 他是騙人的 你現在看騙人的東西 我就關起門來騙 我要影響的是 聽我騙的那群人 不管是網站人 對不對 我要騙他們 他們被騙就算了 不 他要放入錄音帶騙人的一段 讓社會騙社會 然後讓人家覺得說總統府會參與 然後整個的焦點 你看國民黨也上場了 然後所有的有些媒體上場 就上場來 把這個問題 明明是過去欠附案的一個大弊案 變成了官商勾結 現在政府也跑不到責任 也不要光追過去的政府 而且是小英政府在护航 而且他這個我再講一遍 我除了 那你說他變色簡潔 你從哪一點 因為他說 一段話說 因為我私下透露 我經過總統府溝通 我所謂後製的意思 就是像你們這個錄音一樣 因為我小的怎麼叫後製 他可以把某一段剪掉 某一段加進去 他可以把前面的往後面加 我覺得這個事情一定會有真相 為什麼 因為熊姐六月就有這個錄音帶 六月就有錄音帶 他沒有去做這個錄音帶本身的建立 我的意思說他很早就有了 六月到現在現在幾月 十一月 五個月 熊姐就有 可是至少到昨天為止 熊姐是用他字案偵辦 他字案有什麼意義 不用我們那邊多說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問題 熊姐應該很清楚 這個的真偽 這個的來源 這個內容的可信度 對 我只是要說明 我只是說明一點 因為這個局勤普策的詐騙 更證實這一對父子 根本就詐騙生意人 這個是他已經 他已經承認他自己炸彈 這不只是而已 而且他交保以後 居然還對社會詐騙 說他會應該完成什麼東西 然後都宣布破產 他繼續騙 對 然後還要騙 騙世人 用這個錄音帶騙世人 然後唯謂就躁 兩次欺騙 更有趣的兩次欺騙 好 父親欺騙 在蔡英文面前表演一場說 總統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完成了 去年就一份在基隆演習的過程當中 然後這個被幕僚去證實 總統問過 這個人是誰啊 總統根本不認得的人 他可以用這種騙人的方法 他做這種行為顯然要讓他的騙成他的友邦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講的 但是楊老師我們不知道他講的主詞 到底是不是列列件這個案子 總統你交代的事情 不管是不是他想要 就跟他兒子的做法一樣 兒子說有總統關係 跟他爸爸想要證明有總統關係 完全一樣 總統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完成了 這要證明他有總統關係嗎 你交代過我什麼事情嗎 兒子說這種話 你證明我跟總統有關係嗎 跟總統不有關係 全部要騙人家說我跟總統有關係 那目標是什麼 目標當然是國防部 或者有些公家機關 或者有些官員說 我確實有非常雄厚的背景 來做這些事情 他們這種做生意的手法 不就是詐騙生意人嗎 我想 親父的問題 這對父子的問題 就是大家似乎沒有太大爭議的 所以順著楊老師所提出的一問 我請教的是王定玲 當我們手中拿到這份議文的時候 他是如此的仔細 他告訴我說 這是陳偉智講的 這是王端仁講的 海洋局局長 這是研究員 然後陳偉智 王端仁 裡頭包括還有漁業署 還有叫做南秘書 裡頭總共有六個角色 六個角色 我剛剛為什麼播放這一段呢 你們說在技術上聲音聽起來 忽大忽小 那你又說突然之間天外飛來一筆 那感覺到這是經過造假跟剪接 那請問一下誰有能力 誰有能力可以公布這麼清楚的議文 那這個目的是在做什麼 鎖定蔡英文總統 鎖定陳菊 然後就所謂的 這真的是烏賊戰全面啟動嗎 來你怎麼看 這個錄音如果我們相信它的時間是去年 2016年的10月7號 79月 10月7號 10月7號 然後我們也知道 檢察官那裡在五六月份就接到了這一份 這一個錄音帶 也許收到了 去搜索的時候 拿到 有人給的 有人放在牛蹄紙袋給的 OK 好 所以不是搜索來的 所以我直接講 某些委員 某些媒體 收到錄音檔的時候 其實議文都寫好 附在裡面給他了 OK 就是提供資料的人 是連議文給的 不要吃得太贏 不要說吃得太贏 我們現在是任何一個人 我昨天如果收到這錄音檔 我要整理那個議文 我大概整個助理晚上加班 大概要弄個兩天 而且你要生文不對 然後我還要想說 這口是什麼人 對啊 是啊 所以那個議文是準備好的 等待時機發出 也就是你昨天播了一個很重要的影像 簡良劍300萬交跑出來 嘻嘻哈哈的 對 我們等著看 是是是 我們就等著看 等著看沒多久 這個就跑出來了 跑出來他丟給媒體 也丟給特定的委員 然後希望擴散效果 他擴散得到什麼效果呢 第一個 嘿這個東西 你綠營不要想要朝我來營 你們也有 第一個效果 第二個效果 我有錄音喔 誰錄的不知道 但是被錄的人心裡都知道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在某些場域 開過協調會 在某些場合 喬過事 在某些場合講過連帶 在某些場合講過勤款 在某些場合講過標案 從昨天開始就不好睡了 就想說 那我那一段到底有沒有被錄到 是 這裡頭有一些合法 有些彩虹線 的確是違法的地方 不管合不合法 每個人主要覺得被錄到 是是 都開始回想說 我當年到底有沒有講的 不是那樣的話 就有多少人搶在等 那這個東西一出來的效果就是 那這些人 是希望這個案子 趕快過去還是趕快爆發 你在錄音裡面 我跟黃國昌公 我跟莊瑞雄 我們大概在錄音裡面 都不會有我們的聲音 我們撓起來查 可是如果 曾經跟這個事情有關係的人 看到這個錄音出來 縱使你講他變造假的 他現在心裡上的 心裡上的那個寒蟬的效應 會產生什麼效果 這是第二個 所以我先講 假的在哪裡 我第一個覺得有趣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是慶父 自己錄得硬 你還對外外界的話 我昨天認為是慶父 我昨天現在是保留 我覺得是不容 你知道嗎 你說的過去嗎 很多人你說海洋局局長 也許他有彩虹線 可是人家也是要去幫你解決 人家幫你解決問題 結果你把人家偷錄 偷錄之後 你以為海洋局長 海洋局長我覺得該辦 該查該弄清楚 那已經移送查辦了 OK 那撿太郎開過兩次會 誰坐在旁邊 陳慶南 有沒有錄音 然後去各大銀行 就講台灣銀行就好了 在協調連帶的時候 撿糧劍坐在裡面 我們講來源 如果不是陳慶南 陳偉智 要嘛就是撿糧劍這一組 那這兩組人當中 都有錄音的可能 那從2014年 10月開始談連帶 11月簽約 到2015年年初開始 一直講連帶講連帶 講到2015年7月27號 檢良劍拿到了9張本票 15億的時候 這些過程到後面 檢太郎兩次會議等等等等 那些人現在想的是說 我那時候協調沒有錄音在裡面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所以你懷疑的不是陳偉智 我昨天認為是慶富 我先稍微保留一下 我現在先講好 你是說他錄的還是外洩的 主角是說什麼 這一份丟出來的 到底是誰丟出來的 誰丟出來的 我現在是個問號 我覺得檢良劍也有可能 現在就是說 在國民黨的委員 為了一個現在證實是假的 根本沒有進總統府 沒有進去當然就沒辦法喬 所以就沒有喬24億的事情 開了記者會 我也不計望他們會道歉 那他們怎麼沒有對那個 205億檢太郎的喬 一樣的憤怒呢 好 而且一起開記者會 裡面有個證明說 當時的金管會主委 你也收到一份總統府 轉過來的陳勤函 你為什麼講都不講 然後呢 再來喔 這一個我昨天就講說 這一個錄音檔 有穿越時空的嫌疑 是 我昨天就講了 為什麼穿越時空 裡面講說 10月7號錄音嘛 本來請不了款 9月27號請完了 後來呢 進總統府 講了一下 兩天就有錢了 第一個 9月27 去年 2016年的9月27 是義大利 intermarine 那個 GRP 脫模 27號脫模 你當然可以請款 然後你10月7號就說 我進總統府講完了 兩天後就有錢了 不好意思 真正24一的支付是 11月28號正式申請 這對照今天陳偉智被問了 他今天是很清楚講說 沒有啦 誤解了 什麼誤解 他說去過總統府 是去裡面玩 去裡面參觀 我還去裡面尿尿咧 他說我以前去過 以前去過 對 姑且相信 他今天講說以前去過 意思是說 我從來沒有講過 我是進總統府 去喬這個錢 那錄音檔裡面那個聲音 是不是陳偉智的聲音 我覺得 記者為什麼不當場 問他這句話 陳偉智 那個錄音的聲音 是不是你的 他 你覺得沒有回答 是代表什麼 應該就默認吧 如果是他的聲音 如果不是的話 是這麼大指控 你應該否認吧 錄音檔裡面是他的聲音 自己講進總統府喬24億 今天講說 根本沒有進過總統府 完了那個標算 對 那你錄音檔那一段話 是怎麼跑出來的 你為什麼講這個話 對 這個就是有趣的 你的懷疑是什麼 那為什麼會蹦去這段話 那我發現這一段話 都是insert進去的 插進去的 插進去的 在整個 那個錯誤的地點 談錯誤的事情 在錯誤的時間 那個王局長 海洋局的王局長 的談的過程中 你也覺得很可憐 穿插的這段話 也被穿插進去 那個錄音檔被穿插這段話 那穿插這段話之後 就要形成說綠的有份 我再直接講 某一些委員得到的檔案資料 根本都是緊張見給的 我講我負責 OK 黃國昌委員應該點頭認同 他也給你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我在講 某一些特定 不是我們這個顏色的 就是說某一些特定的委員 他只能間接 得到的資料 滿為了 都是檢良健提供的 而這一次錄音檔 提供的方式管道 也同樣 一樣啊 是 所以我 我昨天本來一說 這個親父總會 檢良健在馬蕭時代 擔任後援會的總會長 到了馬吳時代 是青年總會的副總會長 那後來在承接 當親父造成公司 去承接349億的列列件當中 他是專案的執行人 所以國長老師可不可以幫我們 稍微釐清一下 這裡頭的一些內容 辯造剪接 那來自於誰 如果這麼厚厚的一份資料 等一下文神大哥告訴我 他強烈懷疑 根本是司法單位露出去的 我覺得這也是不無可能 誰可以清清楚楚做這樣的議文 做這麼清楚 如果沒有影像的話 你要去聲文比對 然後出來 所有人沒有人否對 你如果在場一起開會 就不難 藝文是司法單位做的 可能性太高了 太高了對不對 因為他必須要閱卷 他必須要把這個東西 在變成一本一本以後 讓大家閱卷 在減便雙方的時候 就可以有 所以你們兩位 你們都認為 不排除司法單位外洩出去的 透露出來 跟那個藝文的作者 這個可以完全分開 因為這個藝文 你剛一直在質疑說 認得裡面的聲音很難不難 只要是在那個會議當中的人就認得 對 OK 這個會議我參加 我怎麼會不知道誰講什麼 誰講什麼 比如說我是檢良劍 那也許我認得他們的聲音 但這個會議的時候 檢良劍已經被開除了 只有陳偉智在場 去年10月7號的時候 檢良劍已經被開除了 對 但是找相關的人員去辨識這樣的聲音 所以辨識這個聲音 然後做出這個 這麼完整的議文 有辦法辨識 你昨天你提到說 不排除是陳偉智恶 也許你今天有新的一個想法 這個外洩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有人說空中串政 有人說其實就是鎖定很簡單 蔡英文總統跟陳舉 來 國長怎麼看 我其實一開始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是從金融的角度 切入的 因為我自己在財政委員會 那當我在財政委員會 發現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納悶 所以經過了一些資料的蒐集以後 才從第一次在院會的時候 去質詢賴清德院長 我去質疑這麼 這樣子一個這麼爛的公司 怎麼可以從過去到現在 承接我們政府 這麼多的公共工程 而且都是高額的 從海巡署的 從海科管的 通通都有 大家如果去我們現在 公共工程招標的網站 把他的關係企業的名字 全部打下去 那真是一排下來 非常的壯觀 甚至他們當初在跟銀行 申請要連貸的時候 所提供的財務資料 說你看他最近這幾年 所有的收入 全部都是從這一些公共工程的 錢而來的 他自己本身在做漁船的那些本業 所佔的比例反而變低 那我必須要說的是 我到今天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是說 陳慶南跟陳偉智 他們這對父子 甚至他們這一家人 從過去到現在 就是一個趨炎複釋的人 就是一個趨炎複釋的人 馬政府上台了以後 就是因為他們有需要去趨炎複釋 所以才有檢良劍介入的空間 那檢良劍他自己一直之前 在什麼高雄大學的一個基金會 去掛執行長 但是他現實上面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他現實上面在做的事情是 在高雄那邊跟人家賽哥 承認他自己就是一個碩士學歷畢業 然後為了15萬 跟人家告來告去 反目成仇 大打出手 還上法院 這樣子的一個人 那這三個人 都在一起了以後 一起去爭取所謂烈雷劍的標案 那這三個人倒在一起的時候 當利益大家目標是一致的時候 加上檢良劍在那一邊穿針引線 如魚得水 那但是真正整個事情 大家要開始看 有一些資訊陸陸續續透過 那個時候的立法委員 開始出來的時候 那個都是在15億 15億的本票沒有被兌現 且沒有被分到的時候 所有的資訊 都是從15億那個時候開始 慢慢慢慢慢慢散落出來的 那是我要講的一件事情 是我昨天在這個節目上面 我公開說 我相信蔡英文總統 我也相信賴清德院長 但是恕我比較直白的講一句話 這三個 不好意思喔 我就直接以片子來相稱 就是這對父子再加上檢良劍 這三個人一路走來 有多少政治人物幫過他們 為什麼要放錄音檔出來 曾經幫過他們的政治人物 可能都被錄音了 你們自己看著辦 我這個 我連跟一個海洋局的局長 跟一個漁業署的研究員 都有錄音了 那你覺得在其他的場合 你幫我們喬連帶的時候呢 在其他的場合 你在幫我們處理其他事情呢 那我手上怎麼會 你覺得我手上 這是選擇性播放喔 當然是 選擇性外洩喔 他全播就雞雞了 連自己都完蛋了 沒有啦 就會被自己打自己 所以選擇性播放 選擇性複補 就是說 涉及到這個案子裡面 所有的政治人物 我老實講是 還沒有全部都浮上檯面 還沒有全部都浮上檯面 他們在選擇性的是 看整個情勢 這邊放一點 那邊放一點 把整個打得泥巴戰 搞得亂七八糟的 然後想辦法看 自己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不可以突圍 可不可以找到救生圈 你這邊我補一句 就是 烏賊逃生戰略全面啟動 小君 現在放出來的錄音帶 只有兩種 假的跟不重要的 假的跟不重要的 真正重要的人物的錄音帶 還沒有丟出來 就是說 不管錄音帶從哪邊來 就現在放出來的錄音內容 蔡英文這邊是假的 那 那王局長是不重要的 是 真正核心重要的 不管是評審階段 連帶階段 到後來出了事 希望把它 收好 可以繼續的階段 這裡面重要的錄音帶 都沒有出來 那 個別一個音樂曲都有在錄 簡良劍有錄他的 這一對父子有錄他的 對 所以現在變成 幫他有沒有幫到完 或者在這件事情上 我死大家都死 如果人家 都是要當時要解決問題 你錄音這樣曝光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就要嚴重的來提醒高雄 就要嚴重的來提醒高雄地檢署 是 何其重要 這個辦案的能力就太差了 所以要是太差了 熟悉的 現在我一直把人放出來 繼續威脅政治人物 或者讓繼續淹滅證據 因為錄音帶就淹滅證據 他就把他壓住 你居然都收不到 你也沒有辦法 你居然還把人 收不到了算了 你還把他放回去 讓他繼續利用 這就是我質疑地檢署的能力 熊姐現在要亡羊補牢 就是今天在約談檢良劍 你要壓 你就把他壓起來 你要約談 陳慶楠跟陳偉智 甚至於陳慶楠的太太 你應該把以前那些沒有能力 怠惰的形象扭轉過來 該壓不壓 你不壓的話放在外面 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這是今天聯合晚報 慶富風暴越演越烈 總統府大動作自清 去年520至今 總統等武長及國安會正副秘書長 會客紀錄 沒有與陳慶楠父子聯繫 或者是會面紀錄 我相信每個去總統府的人都知道 你進去之前 你一定要登記 一定要有身份證字號 沒有任何的會談紀錄 可是非常吊詭的 我請教老師問聲大哥 您說你強烈懷疑 這個議文來自於司法單位 那當然有人說 可能慶富這邊有人 刻意釋放出去 就是說離職的員工 離職員工到底是誰 那也有人說 就是你所講的司法單位 可是這位人士 簡良健 我記得你曾經在我們節目當中說過 我相信 簡良健在被離開之後 曾經三更半夜 回到高雄的慶富大樓 三更半夜 搬走所有的東西 然後包括他太太的檔案裡頭 也被搜出一些資料 簡良健的太太也搜出一些資料 據說他三更半夜 回去慶富造成公司總部 去搬離所有的物品之後 把他可以經手的檔案 通通都copy一份 簡良健在整個事件當中的CEO的角色 到底是什麼 您看到這11月11號 這是在慶富鬧翻之後 被交保300萬元之後 他等於出現在高雄的派出所進行報道 我們昨天曾經告訴你說 前執行長 那晚上7點多鐘抵達高雄市前陣子 一新入派出所報道時 結果問他說 欸 安晴你怎麼看呢 他很輕鬆地說 有玄機喔 你們慢慢觀察 您認為這樣的錄音檔 選擇性的洩漏 你認為不害處 其實就剪掉單位 的確有這個能力 透過如果沒有畫面 聲紋的比對 這麼完整的譯文 剪掉單位是不可能 但是他問為什麼 動機何在 這個錄音檔當然 現在只是說原判 幾個出處誰掌有的 對 那麼他是不是要誤導 或者是要遮掩 因為過去啊 其實也沒多久以前啊 我們都知道 曾經有過立法院秘書長 林秘書長 他送了一千萬 再加上深恒昌的一千萬 兩千萬 立法院的秘書長林錫山 對 然後他拿到 當時的民進黨的講法是說 他拿到黨部下面 但是 主席旁邊的秘書下去說 夠了 就搬回去了 拒絕 問題是後來 新新聞雜誌 筆錄出來變成是 前有送 有送到了 小英的家裡 他旁邊的人 轉來轉去 轉到他的書房 隔天再退回去 你想 這樣的一個 算是 總統當選人 既然他當時 他也 蔡英文當時也被約談過 只是說沒有對外公開 你看 他都可以流入了媒體來發表 當時的筆錄內容都可以外洩 這個是小英我想的震撼教育 就是說 錢不能隨便收 第一時間就趕快退 你不要說再過夜 那 提到錄音帶 我始終覺得這個案子 到現在下來 我覺得好像 好像一個輪迴 都要了解 所以你為什麼認為 你覺得不排除 檢調 那檢調如果有意外洩 選擇性外洩 你不要說檢調 目的司法單位 當時 拉法院定案 尹清風密案發生的時候 尹清風本人也繼續 反收證錄音 不過他的性命 去錄那些軍火商的錄音 結果呢 錄音在他辦公室被搜出來了 然後經過軍火局 後來軍火局局長 或者是後來的 當到總政戰部主任 當時的海總的 鄭山處的處長 或者是 這個軍火處處長 那一卷錄音帶 居然就在海總裡面被消辭啊 所以 你不要以為錄音帶可以保命 錄音帶有時候 那一票人 如果截獲了 他還可以把你做掉 而且 剛剛一直提 類類的一件這個 當然對慶父 陳師父子的行事風格 或者檢良健 檢良健 檢良健這樣子啦 就我所知啦 他跟陳師父子 其實本來不熟 完全是因為高雄大學校長 下面有這麼一個社區發展的 所謂什麼總幹事 基金會 這是基金會 這是基金會 然後他們推薦 這個校長推薦給陳慶男 說這個人 算是可以用 是這樣才插入了慶父集團裡面 慶父本身啊 今天會做類類件 不是說 突發奇想 各位回想一下 2007年底 2008年初 當阿扁那時候 成立達政公司的時候 慶父就是他要做類類件 當時的美國就已經跑來 推銷什麼 就推銷永安件啊 2008年初 美國就已經要求扁政府說 你們的類類件不夠 因為你們跟德國買的那四艘啊 哇 那個是1987年啊 到2007年已經用了20年了 這德國四艘 所以到了2007年的時候 其實 扁的那個達政公司啊 就是法國軍備局的一個將軍 副局長 特地到慶父去推銷 好 這事情被邱毅爆料 然後呢 那個張顯耀 陳明堂的商選耀 跟曾立文 國民黨的 就執行蔡明憲 要他說 這個類類件 你們到底 法國要在推銷 要不要買 推翻了 推翻美國強迫要買 好啦 馬英九死托活托 阿扁要買的喔 不管是法國的 或者是美國的 馬英九死托活托到2011年 勉強同意 才有這個建案 是 所以這個建案你看嘛 從1987年的 但是這個建案 文森大哥 不好意思要打插你的話 這個建案 距離所謂的國建國造 事實上是有落差了 因為我們的水下能力 非常弱的狀況底下呢 我們的國防戰略 事實上海軍國防部那邊 透露消息 他們當時第一時間 在馬政權時代 沒有把它列為優先次序 到底誰 所以諸位立法委員 我們現場有三位 這麼重要的立法委員 應該要去做的事 這是馬政權八年當中 這麼重要的決策 這麼大的軍事採購 誰把原本認為 把那國防戰略 水下能力要加強 當然就是潛水艇的部分 為什麼 潛艦的部分 沒有被列為優先 到後來是一個 在過去可能 比如說這個敵對國啦 布雷啦 我們才是被動性的反擊 進行掃蕾的工作 它的優先次序 在國防戰略不是那麼重要 誰把它翻轉過來 所以在現場 我也記得我聽過 諸多立法委員都提到說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甚至現在說 最快 月底要解約 還有人說 乾脆就撤案 不要啦 我買中股啦 中股一艘也許兩三億 你現在三百四十九億 六艘的狀況底下 一艘多少 快六十億耶 你覺得我們國防戰略 馬歸小英繼續要隨嗎 那司法單位面對這個案件 今天我看到曾明宗 曾明宗在立法院當中 有一段非常激烈的尋答 他問的是 國防部的副參謀總長執行官的 陳寶渝 他直批國防部 關於支付慶付的第三取的 款項報告 作假跟詐騙 那我看陳寶渝的怒嗆 國防部如果依法行政 真的有違法 他絕對下台 他的道理很簡單 明明是這一家公司違法 你搞到後來 好像我國防部違法 他也覺得非常委屈 來 水永夏先來 其實我 今天我跟王定文兩個 一起開這個記者會 我們是要讓這個事實 再來還原 回到他的本質 這本身這個案子 是不是一個弊案 當然是一個大弊案 但問題是說 現在大家討論的不是說 過去馬政府時代 整個雷雷劍案 為什麼會去爆發 那當初從劍案 然後到招標 然後到評審 到最後的核彈 這個部分 大家不談 突然之間這些都消失了 大家在談 這隻烏賊噴出來的 好漂亮喔 你看現在連總統府 都是一個大風暴 總統都出來講了 總統府裡面都出來講 其實我今天 在中午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原來總統 蔡總統那麼生氣 非常生氣 然後就所有的那個 武長全部都查 如果今天你是總統 那別任的總統 你出了這麼一個大弊案 那跟我來講說什麼 什麼隨便一個 涉案的嫌疑人 這個大騙子 隨便錄個音的講說 他到總統府來喬 他當然會下令 查有沒有查 今天說查武長對不對 其實不止啦 連國安會都查了 所以查到最後 我剛特地去問一下 沒有任何的聯繫 沒有任何會面紀錄 所以說總統 我們總統不敢出來這樣講 當然我會選擇相信 如果今天 如果像溫勝大哥講的是 高雄地檢署丟出來 你專門去搞這種 不必到招的事情 那你整個地檢署 你關門算了 這件事明明就是欽付違法 你們為什麼一直都咬著我們國防部呢 我沒有一直咬著國防部啊 我要你依法行政啊 我們當然依法行政 我哪裡沒有依法的呢 剛剛練給你們聽 你們可以 我聽完以後 我還是覺得我們 我們自己是契約單位 我們當然有主張 我們自己當然有判斷啊 對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違法 你是依契約 那我們今天如果說 進入法律程序 海軍有任何人違法 我們國防部有任何人違法 我們不難聽說得很明白 我們絕對面對 我們絕對不逃避 但是如果沒有 今天社會大眾 必須給我們國軍 給我們海軍一個交代 當然 就是我經常講的話 我跟您講 我希望 國防部也好 國防部也好 海軍也好 依法行政 我們一定違法行政 好 你講話太滿了 你一定違法行政 我站在很滿 我今天絕對負責 過去國防部 或者海軍發生多少弊案 你敢這裡拍胸部 依法行政 你敢拍胸部啊 這個是 萬一查出來 萬一查出來 你夜面下台 下台 好 太好了 做成紀錄 如果說今天海軍有弊案 有任何人違法 國防部有任何人違法 我 退伍 就那麼簡單 好 沒有土地取得 沒有拿出輸出區域 還是回到原始的問題 怎麼會讓他得標 大家看那個錄音稿 我說陳偉智為什麼在裡面 就一堆謊言 他說10月7號 不是錄音那一天 他去國防部嗎 請他具體講 他什麼時候去國防部 找了誰啊 跟誰碰面 那一天的這個會面 根本沒有發生 他為什麼會在錄音檔裡面 講這件事 行政院的調查 蔡總統那邊的調查 到目前為止 我必須要說 還沒有完整 還沒有完整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是說國防部 禮拜五要提出 有人怕傷了自己的朋友 東傘西傘 但是在國防部 這一次的事件裡面 你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 你2016年 就付錢的這件事情 你什麼時候讓大家知道 你什麼時候讓大家知道 一直到2017年10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追說 他們到底挪了多少錢的時候 才很完整的 把那個具體的數額出來 那代表了什麼 代表的是說 在中間的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擔心遭受到責難 沒有把所有的話一次講乾淨 那人家看到了這樣子的一個縫隙 當然就出現了所謂操作的空間 那這個是一定要記取的教訓 因為真正事情的焦點 的確是這個爛公司當初怎麼得標的 當初銀行是怎麼樣放貸給這個爛公司的 這的確是兩大重點 但是在這整個過程的當中 當你的調查不完整 東傘西傘的時候 你就讓人家出現了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可以去移轉焦點 所以我在說的事情是 我相信蔡總統 我也相信賴清德院長 但是這件事情的追查 這件事情的追查 一定要徹底而全面 國人會問的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海軍裡頭的中將到底有多少的將軍 是不是真的有鬼 到底誰在主導這個案子 資本額要標案的十分之一降到兩百分之一 當時決策的人在這裡 特別是高廣齊或者是董祥榮 或者是普澤春 誰做了決定把這些標準調降 那時候調降是為了讓很多民間業者可以投標 到最後我看到最後結果 也只不過多了一個慶富 現在最新的發展 最快在月底解約 解約之外 另外一個選項 有沒有可能 乾脆國防大戰略 轉回原來的 國建國造的最基本的核心價值 乾脆就撤案了 用買的有沒有可能 非常謝謝各位 明天持續討論 拜拜